荒神凶魄是一種魔 凡人之愛亦是一種 今天要介紹的角色是銀千陽 也就是劍邪 銀千陽為七殺星轉獅 身上因為有荒神凶魄 才會被九夷天鎮劍中的吃油 選為神劍的持優者 而最後成為劍邪 手持霸劍 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大師錄製的 霸劍蕭雲露的結局 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推曲BB0還有Discord 那今天要介紹的角色 就是還神節當中的銀千陽 那銀千陽天賦的部分 荒神凶魄 在你的氣血大於等於50%的時候呢 物攻跟暴擊率可以提高到15% 這是在 六星的情況之下 那跟這個攜帶 摺服狀態的敵方 對戰之中可以觸發閃避 使用主動絕學的時候呢 你的行動結束的時候 對十字五個範圍內的物攻 法攻屬性最高的兩個敵方 施加摺服的狀態 持續兩個回合 那這個 演示的部分到後面的影片會有 好那這個 摺服的debuff是什麼呢 是行動結束的時候 處於施加者三個鏈 反轉自稱一個友誼狀態 並發生一個內的勞動效果 好那 在這個觸發閃避呢 你一定要跟這個 攜帶摺服的狀態的敵人 才會觸發這個閃避 那這個觸發閃避 為什麼會有這個 觸發閃避呢 到後面會影響到一個 呃絕學 呃被動的絕學 那這個就有點像潮信的技能啦 就是 你可以剛好 算好 你要對哪個敵人施加這個摺服 然後你下一次就被他打的時候呢 就會觸發這個閃避的效果 那大部分呢 陰牽羊的這個天賦 就是以暴擊率為主的這個效果 ok 好我們介紹一下這個 陰牽羊 技能的部分 那他的被動技 一星五二 然後內力是一 對戰之中傷害提高10% 那造成暴擊 你對戰之後 可以恢復自身最大氣血的30% 那這個效果呢 就是你可以在 敵人的敵人群裡面 啊 鷹無邪 不是 鷹前羊 把鷹前羊丟進去 那 他只要不死 然後每次都有暴擊的話呢 他就會一直恢復最 最大氣血的30% 這個被動效果還不錯 那 前提就是你要暴擊 暴擊到啦 如果沒有暴擊到就不會觸發 好 那他的陣法的部分 呃 特殊的效果是 對戰中呢 自身氣血大於等於50%的時候呢 你免傷提高8% 那目標大於等於50%的時候呢 你傷害提高8% 就是 還可以 還可以 好 他的另外一個被動技也是兩星的被動技 橫劍問翼 那氣血大於等於80%的時候 你主動攻擊呢 你可以觸發追擊的效果 如果你沒有受到傷害 你對戰之後呢 可以對敵方施加暈眩狀態 持續一個回合 那這個比較複雜一點 等一下後面的影片 會有這個演示 那你要怎麼讓 陰青羊不受到傷害 然後又在對戰後呢 才可以施加暈眩嘛 也就是說你被敵人打的時候呢 你不可以受傷啦 在對戰中的時候 你不可以受傷 那結束之後 陰青羊就會對敵人施加這個暈眩的debuff 那要怎麼做呢 我們剛才不是有提到這個 天賦的部分嗎 天賦的部分不是一個折服的效果 那 你只要跟折服效果的敵方對戰中 這個觸發傷病 也就是說呢 敵人剛好要有這個折服的debuff 有了這個折服的debuff呢 敵人 攻擊陰青羊的時候呢 如果陰青羊有 有帶這個被動技能的 橫劍問翼的時候呢 就可以對敵人施加這個暈眩 因為 敵人是有這幅狀態 打陰青羊會觸發閃避 那你就沒有受傷嘛 沒有受傷這個時候呢 對戰完之後 陰青羊就會對敵人施加暈眩狀態 敵人就會對敵人施加暈眩狀態 就是這樣 稍微有點小複雜 稍微有點小複雜 OK 這樣可以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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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看 看這個 七殺作蜜 這個是 主動技能 你可以選擇一個格子 施放對方往內的所有敵人造成0.4倍的傷害 然後這個時候呢 暴擊會加28 也就是說呢 你看到陰青羊大部分可以暴擊的時候呢 除了裝魂石的刺戀鬼之外呢 你也可以加了這個 加這個七殺作蜜的效果 暴擊會加28會比較容易觸發啦 那你可以剛好觸發這個異星52 對嗎 異星52這個被動效果齁 可以恢復自身自身的氣血 那你可以這樣子搭配 那 放七殺作蜜的時候呢 對暴擊的目標會施加麻痺的狀態齁 那麻痺狀態 就是無法進行反擊 咒斯貼的這個近戰的敵人呢 打也是沒法反擊的 好關於剛才的這個 人間問翼呢 那再補充另外一個做法齁 怎麼樣可以施加這個暈眩呢 除了用摺服去觸發閃避之外呢 然後呢 你也可以施加這個麻痺的狀態齁 因為麻痺的狀態是無法進行反擊的 這個會比較單純一點 也就是說呢 當 陰千羊先施放這個七殺作蜜到敵人身上呢 那敵人中了這個麻痺狀態 那他會兩個回合 那下一個回合呢 陰千羊 再去攻擊 要主動攻擊喔 因為他是 沒辦法反擊嘛 要主動攻擊這個 有麻痺狀態的敵人呢 那這個時候會怎麼樣 敵人無法反擊 那陰千羊就不會受傷 那陰千羊不會受傷的情況之下呢 他就會對敵人施加這個暈眩狀態 OK 這是有兩種方法啦 OK 好 最後一招 這個七滴忌 竹天術2 攻擊打個敵人造成1.7倍傷害 那你對戰之前 對自身三個範圍內所有的敵人造成一次物理傷害 是 物攻的0.3倍 這個並不高 並發轉兩個 友誼狀態 這是比較好一點點 那 以目標 如果有攜帶友誼狀態的數量 小於等於3個的時候 你對戰中暴擊跟暴擊傷害提高5% 那也就是說呢 他先反轉敵人的buff 然後呢 看能不能把他小於等於3個 應該很容易啦 那這個時候呢 你的暴擊跟暴擊傷害 暴擊率跟暴擊傷害就提高5%了 OK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另外呢 鷹槍的神兵的技能 在這個神兵技能是5的情況之下呢 你的回合開始的時候 那10至5個內存在敵方的話呢 可以獲得這個煞星的狀態 那煞星的buff呢 是傷害提高10% 你的絕學射程加1 絕學射程加1 不可去散 可以獲得這個煞星的狀態 其實絕學射程加1還蠻不錯的啦 對 所以我覺得 鷹槍這個神兵技能還算是不錯的 OK 看一下鷹槍羊這招 這招是 七殺做命 那七殺做命 角色命中敵人被暴擊目標會施加麻痺的效果 好 剛好暴擊了 那暴擊之後呢 會施加這個麻痺的效果 他是無法進行反擊 好 你可以看到 然後 祝格艾這個時候貼著趙祐 打的時候呢 並不會觸發他的反擊 好 那這個就是麻痺的用法 但是 就一定要暴擊到啦 如果沒有暴擊到齁 他就不會施加麻痺的狀態齁 假設 趙祐這隻角色呢 還沒有 這個 麻痺的狀態的時候呢 這五格要貼身打 就會被先攻的齁 好 就是這樣 我們觸發 陰漆羊這招 摺服的debuff齁 在行動結束的時候的 十字五格 內的物攻法攻最高的一個敵人 施加 摺服齁 那你要使用主動覺醒之後呢 他才會觸發喔 OK 我們先按 這招七殺做命 好 然後他身上就有這個 摺服的效果齁 那摺服的效果呢 是行動結束時 諾土與施加者三個內呢 的反轉自身的一個友誼狀態齁 並發生一個內的勞動效果 他是不可以驅散的齁 好 好 那因為剛才這隻 冥葵齁 身上有一個 摺服的debuff 所以呢 當他打 陰漆羊的時候呢 就會觸發這個 閃避的狀態齁 呂曦帶 摺服狀態的敵方 對戰中觸發閃避齁 OK 這有點像這個 曹沁人這個概念 但是曹沁人可以主動施放 那 陰漆羊會比較 在花一點點的時間 他要先讓敵人 中了這個 摺服嘛 那他還有一個限制 就是十至五個範圍內 物攻法攻最高 所以你要額外再看一下 但是 曹沁比較不用 就是比較無腦一點 可以直接點 那陰漆羊 你還稍微看一下 OK 要稍微看一下 OK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還算是不錯的一個 天賦的debuff的這個效果啦 好 再來就是陰漆羊這個珠天 這一招 七力一技的大招齁 那在對戰之前 可以對自身 三格範圍內 所有的敵人造成一次的物理傷害 他是物攻的0.3倍 那再來是反轉兩個 友誼狀態 那目標如果 攜帶友誼狀態 呃 數量小於等於三個的時候 你的對戰中呢 暴擊率跟暴擊傷害提發速 基本上應該都很容易啦 因為他一開始就先把你的 友誼狀態給反轉掉兩個 那基本上應該很容易 可以數量小於等於三個了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ok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他的暴擊啊 提高15%嘛 那基本上 你帶被動一心無味的話 那你 對戰中的傷害也提高10% 那你造成暴擊對戰之後 又可以恢復自身 最大氣血30%齁 就是 還算不錯用啦 對不錯用 對 搭配這個被動的話 又可以 戰後又可以再回一次血齁 好我們要試一下陰氣狼這一招被動技能的這個 對戰中傷害提高10%造成暴擊 對戰後恢復自身最大的氣血 那 因為要暴擊嘛 所以我們這邊先用這一招七殺做命 然後暴擊率 然後加20%這個 這一招 我們先施放 然後我們看一下陰氣狼被打 會不會觸發呢 只要暴擊就會觸發齁 有暴擊回血 七星五二 好因為有蛇服的狀態齁 但是還有暴擊 好一樣回血 那 一切羊呢 帶了這招被動啊 假設齁 他每回合 每一次 被打都會觸發暴擊的話呢 那陰氣狼的血都會是幾乎是滿血的狀態 大部分都會是 就算沒有滿血 至少也是可以一打 三啊一打四這種 的打法齁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齁 還算是不錯一個被動技能 我還蠻喜歡的 OK 好 再來是陰切羊的這一招 被動技齁 要兩吸內力的恆劍溫液 那他是氣血大於80%的時候 你主動攻擊 可以觸發追擊的效果齁 那你沒有受到傷害的時候呢 對敵方施加暈眩的狀態齁 那這個 你要讓敵方 這個施加暈眩的狀態 會比較稍微麻煩一點 為什麼 因為你要 未受到傷害 那也就是說 對方打你的時候 你不可以被打到 那 依照陰千羊的技能 的 特色來說呢 他只有這個折服齁 折服的debuff齁 當這個有折服的debuff的敵人呢 打陰千羊的時候呢 才有可能不被 不被受傷齁 然後就施加狠鍵問翼的 這個暈眩的效果齁 那 也就是說呢 這個在做 單點的時候呢 單打的時候 一對一 會比較容易觸發到這個 這個效果齁 那這個時候呢 陰千羊就可以 直接對他攻擊了 OK 那 你一定要讓他沒有打到你 要不然 這個暈眩效果是不會觸發的齁 好 那再來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追擊的效果齁 他追擊的效果就是 氣血帶有點80%就可以了齁 OK 就是這個樣子齁 好 好 陰千羊除了用折服的效果齁 觸發閃避 然後讓敵人暈眩之外呢 那也可以施加這個麻痺的效果齁 那敵人無法進行反擊 這時候陰千羊只要主動攻擊的時候呢 就會觸發 這個 韓劍衣的這個效果齁 那他暈眩 好 這個方法會相對單純一點 不過就是要陰千羊主動攻擊 然後敵人無法反擊 那這時候陰千羊就不會受傷吧 那陰千羊就可以施加這個暈眩到敵人身上 那OK 好那陰千羊技能搭配的部分齁 你可以帶這個祝天書二 然後奇殺作命 那異星無二齁 這三個 那假設說你是 已經有六星內力的人齁 你可以就是多帶把這個一星無二拿掉 換成這個橫劍衣這一招齁 OK 那其實搭配有很多種 你也不一定要一定要這個樣子 那 因為你如果帶這個一星無二的話齁 假設你是這個搭配齁 那你的魂石呢 你可以順便再帶這個吃戀鬼齁 也是OK的齁 因為增加暴擊嘛 OK 好 魂石推薦的部分齁 可以這個 攜帶來這個荒澤 五龍攻擊傷害提升20% 再三美的效果 那魂石爐鬼 三美效果傷害提升10% 主動攻擊呢 免對戰中可以免三提升10% 那或者是吃戀鬼 主動攻擊 氣血高於70%小色 對戰中呢 傷害提高到20% 那兩美的效果是暴擊加7% 那因為陰千羊是這個暴擊 衝爆擊齁 為主的一個角色 所以帶吃戀鬼 然後搭配這個一星無二 一直發生這個被動 然後回回氣血最大30% 也是蠻不錯的一個搭配選擇齁 那飾品的部分呢 飾品部分頭的話 可以帶這個冰蟬玉帶 陰 那冰蟬玉帶陰是物攻加10% 氣血加5% 那另外一個衣裝的部分齁 你可以帶0月配環 層 氣血加5% 行動結束的時候呢 對自己 指劍七格內的一個敵人 施加這個實力傷害齁 實力一回合 這個都參考就好 有很多種齁 不一定要照這個 好 那腰部的部分呢 直行普度 那法防加5% 氣血加5% 那遭受遠程攻擊 對戰之前呢 驅散自己一個 有害狀態齁 那手部的部分 可以帶這個雙指劍 全屬性加5% 使用單體絕取的時候呢 上他提高12%齁 你用七滴一劑的話應該效果蠻可觀的齁 那因為有群體絕選嘛 然後暴擊又可以提到12% 個人是覺得帶孫子劍 蠻適合這個殷晴養的齁 那也可以帶這個蛇手靈界 陰 哦 煙 對不起 氣血加8% 主動攻擊對戰中呢 你自身物攻又可以提高這個 15%齁 好的 好 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次陰氣養的技能的部分呢 那大家會問的問題就是 他要抽嗎 那介紹下來 我相信你應該心裡已經用敵了吧 該不該抽我相信你已經知道了吧 以實用性來說呢 那他要上場的機率其實可以算是很高的啦 因為搭上這個被動啊 或是一些暴擊的效果 然後折服效果 然後又可以讓人家無法反擊 這些都是算是不錯的一個干擾的 干擾敵的一個手段 那陰氣養 很意外的話 陰氣養是跟少俠硬鳳人 兩張齁放在同一個卡池 那龍夜是當卡池 那如果大家還有什麼想法 要跟大師做討論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那大家還喜歡這次的陰氣養的技能的部分嗎 那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Bilibili還有Discord 謝謝各位今天收看 大家晚安 拜拜